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看一下山东省的泰安市 泰安市位于山东省的中西部,北陵济南,南街济宁 金户铁路从市区穿城而过 泰安市呢,共有两区两县两市 分别是泰山区、戴岳区、肥城市、新泰市、登平县、宁阳县 到2018年呢,全市共有常住人口564万 好,下面呢,咱们看一下泰安市区的地形地势 泰安市呢,位于泰山的脚下,与泰山无缝衔接 泰安的南面呢,是大温河 再往南呢,是卒来山 泰山和卒来山南北相对 泰安市呢,就夹在两山之间 处于大温河河谷之中 所以从地形上来看呢,泰安市还是很不错的 有山有水,有大片的平原 在泰安地区呢,就产生了大温口文化 泰安的北面呢,是济南市 与济南市隔泰山相望 泰安和济南呢,大体成一个对称的格局 济南市背水面山 泰安市背山面水 从济南到泰安最近的路线呢,是这条山谷 这条山谷呢,叫张夏谷地 就是因为谷地中间呢,有个镇叫张夏镇 这条山谷呢,比较狭长 长度大约是40公里 金户高铁,金服高度都是从这条谷地穿过 绕到泰山的西边,进入泰安市区境内 好,下面呢,咱们看一下泰安市区的情况 泰安市呢,共飞两个区 泰山区和戴越区 泰山区包括了大部分的市区 戴越区呢,包围着泰山区 戴越区呢,以前又叫郊区 后来改名戴越区 市区西边的这条大河呢,叫潘河 潘河以下汇入大温河 这条小河呢,叫奈河 发源于泰山,将泰安市区一分为二 好,下面呢,咱们看一下泰安市的老市区 这个洪框内的呢,就是泰安的古城 古城正对泰山的中线 这个呢,就是戴庙 从戴庙出北门就是鸿门路 沿着鸿门路一路就上了中线的鸿门 也就是说呢,泰山的南天门、鸿门、戴庙 都是在一条中路线上 戴庙北面的这条街呢,叫通天街 可见它代表的意义 泰安古城的格局呢,大概就是背靠泰山 右边是奈河,左边是苏喜河 面对图来山和大温河 好,下面呢,咱们看一下泰安的火车站 这个呢,是泰山站,位于市区 泰山站呢,最早修建于1909年 是金普铁路的中间站 老站房呢,是座德国风格的建筑 后来又在老站房的西面 新建了新站房 也就是现在的泰山站 泰山站呢,最初叫泰安站 2000年改名泰山站 这个呢,就是泰安站 泰安站是座高铁站 于2011年建成 金河高铁 总所有的高铁线路呢 走的就是泰安站 火车站 泰山站呢,是位于市中心 离泰山更近 但都是普通车 泰安站呢,是位于郊区 但是车速开快,时间短 大家如果去爬泰山的话 可以全红一下 下面呢,咱们挑个景点来看一下 嗯,咱们去戴庙看一下 好,现在呢,咱们是来到了戴庙的南门 也叫正阳门 先环视一周 这个呢,是个牌坊 这个呢,就是戴庙的城墙 好,下面咱们换个角度看一下 这个呢,是在戴庙的城墙上 古色古香 这边呢,就是泰山 这是从戴庙 北望泰山 好,这个呢,是另外一个角度 这边呢,风景还是挺不错的 从这边出去呢 就是黄门路 沿着黄门路呢 直接就能上泰山 这个呢,是一棵古树 院子里边郁郁葱葱 这个呢,是石碑 好,下面咱们返回地图 好,这个呢 就是泰安的地形地势和大体情况介绍 今天呢,就到这里 下期咱们再重点介绍下泰山 咱们